小游酷玩 小建国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呀 好啊好啊 我最喜欢听笑话了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小道上 一个强盗截住了一个吝啬鬼 说想活命就拿一百块 这个吝啬鬼他说 五十块吧 我现在已经吓得半死了 我的笑话讲完了 大半夜的谁打电话来 是我 我是小建国 放学后你讲的笑话太好笑了 好了 小建国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在学校门口啊 太好笑了 我才想明白你刚说的那个笑话 再也不给他讲笑话了 反应太慢 影响睡觉 喜欢记得订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